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判处三年监禁 其中一年有期徒刑 这是对一位前总统的前所未有的惩罚 萨克奇的律师迪埃里·赫尔佐格和前高级法官吉尔伯特·阿奇贝尔也被判处相同的刑罚 此外 法院还宣布对萨克奇实施三年的公民权禁令 使其失去竞选资格 并对赫尔佐格律师实施三年的职业禁令 萨克奇的律师表示 前总统将提出上诉 在2021年3月1号的一审中 曾担任法国总统的萨克奇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这一前所未有的处罚引起了萨克奇阵营的愤怒 他们猛烈抨击国家金融检察院 萨克奇始终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并立即提出了上诉 在2022年12月5日新审判的第一天 他表示自己是为了捍卫受到践踏的荣誉而来 并坚称自己从未贿赂过任何人 与一审不同 检方在辩论结束后并未要求对萨克奇判处有期徒刑 尽管称这起案件是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 但检察总署要求对三名被告判处全部缓刑的三年监禁 2013年底 负责调查萨克奇竞选资金来源的法官发现 除了萨克奇的两条电话线路之外 还有一条非正式的线路 这条线路是在2014年1月11日以保罗·匹斯迈的名义购买的 他是赫尔佐格的一位高中同学 这条线路专门用于前总统与其长期律师兼朋友赫尔佐格之间的交流 他们偶尔措辞犀利的对话 在12月的第二次审判中首次公开成为案件的核心 检方认为 这些窃听内容暴露了当时法国最高司法机构 法国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吉尔伯特·阿奇贝尔达成的贿赂协议 后者被指控在幕后施加影响 以帮助萨克奇在贝当古特案中提出上诉 作为回报 萨克奇将为其在摩洛哥获得一个荣誉职位 此案件开始以来 被告律师一直声称这些窃听是非法的 因为他们认为 这侵犯了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交流秘密 然而 法官驳回了这种说法 苏丹医生联盟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 苏丹军队与敌队的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822人 有3215人受伤 该非政府组织在声明中指出 伤亡统计涵盖了国家首都喀土木 北克多凡州首府奥贝德和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奈 目击者说 周二 苏丹部队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战士 在喀土木南部的杰波朗地区爆发了直接冲突 无国界部队在周二公布的视频片段中说 他们已经占领了位于巴黎镇的营地 这是苏丹军队的一个主要营地 而苏丹军队否认了这一说法 苏丹军队在其脸书页面上说 其部队击退了无国界部队控制营地的企图 并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周日的报告 自4月15号以来 超过93.6万人因冲突而新进流离失所 其中包括73.62万境内流离失所者 而20万人已经在乍德 埃及 南苏丹和埃塞布以亚等邻国避难 联合国表示 据估计2023年约有1580万苏丹人 约占苏丹人口的三分之一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而且这一数字可能会因战争而增加 自4月15号以来 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卡图木和其他地区 发生了致命的武装冲突 由于食品燃料和化肥的价格全面上涨 英国的高通货膨胀给该国的农场带来了压力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3月份 食品杂货的价格比一年前高出19% 是45年来最大的年度涨幅 数据显示 除了影响消费者之外 通货膨胀还影响了超市 其营业利润率约为4%或更少 以及该国的农业 面对管理费用增加的挑战 该国的一些农民采取了更激烈的措施 包括移除树木以减少损失 并将空地用于饲养牲畜 建造葡萄园或商店 作为回应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为农民制定了新的知识措施 比如提高猪肉和奶制品市场的透明度和合同 并拨出资金 投资新的育种技术 他还承诺在下次竞选前 将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减半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5月16日 民众在日本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集会 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当地时间5月16号晚 约500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 抗议者从国会议员到辅导县民 都在活动中表达了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强烈反对 当地时间2023年5月16日巴西巴西利亚 巴西前总统亚伊尔伯索纳罗在联邦警察面前作证后离开了 当地时间5月16号下午 因涉嫌提供虚假信息篡改疫苗接种卡 巴西前总统伯索纳罗前往首都巴西利亚联邦警察总部接受询问 此前因其辩护团队声称并未获得相关案件报告 伯索纳罗缺席了之前的传唤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